大家好,我是这里闪电 欢迎您继续收听《宋氏三姐妹》 宋庆龄,最后的抉择时分 宋家只剩下一个人还在大陆了 那就是被视为宋家叛逆者的宋庆龄 似乎已经沉寂很久的宋庆龄突然变得强熟起来 蒋介石和他的政权一直将宋庆龄作为桥梁 踩着他走向自己的目标 同时又试图把他和他的事业从人们的心目中抹掉 解放战争后期 在战场上节节失利 朝不保夕的蒋介石和国民党 试图利用宋庆龄特殊的身份和他与共产党的交情 作为政治资本 他们总是抬出这个名字 试图得到他的支持或者至少保持中立 从内战一开始 蒋介石就不断提升宋庆龄的官职 1945年 国民党重新推举他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第二年又提升他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三年又任命他为政府顾问 小庆可不领情 他不断地重申 我无意参加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政治活动 1947年年底 毛泽东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国民党军发动强大的战略进攻 美国和蒋介石根本摸不清毛泽东的底牌 他们同时想到了宋庆龄 希望从他那里知道毛泽东需要什么条件 才会停止日趋伶俐的返工 一天宋庆龄接到一份邀请 来自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司徒老先生请求宋庆龄陪同他参观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各种设施 司徒老先生也是查理宋在教会的老乡时 与宋家有旧交情 这份邀请都要想小庆难以拒绝 但是小庆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他推辞说 蒋夫人已经先邀请他去杭州西湖旅游 只能委托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余志英陪同 在余志英出发之前 宋庆龄特意向他做了交代 让他别说不该说的问题 然而在杭州等待他的宋美龄 也抱着并不单纯的目的 宋美龄总会装作无意地打听 阿姐 当前国共战事越来越紧 不知道共产党的底牌到底是什么 宋庆龄这才发现 他的妹妹和司徒雷登肩负着同样的使命 便巧妙地回答说 姐姐又不是共产党员哪里会了解 他很快就买了火车票返回上海 并把情况告诉了他与中共之间的联络员 廖孟行 到1949年年初 国民党政权开始做绝望的挣扎 在全世界散播谣言 说宋庆龄已经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 担任国民党政府的名誉主席 小庆一生都在跟谣言斗争 这一次他也不能接受 1949年1月11日 上海一家英文报纸 刊载了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 一发表的声明 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 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 或担任职责的一切传说 是毫无根据的 孙夫人进一步声明 她正在与全部时间和精力 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 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 报纸上的孙夫人三个字 闪入蒋介石政权人物的眼中 他们意识到 这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话题 他们搬出了早就和孙中山离婚的卢木珍 坚持说她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孙夫人 这是一个最让宋庆龄伤心不已的攻击 虽然谣言不久之后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她对这件事情却仍然不能释怀 而宋庆龄和共产党方面的关系如何呢 据一份1934年5月共产国际联络局 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和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中提到 关于孙新凌 孙夫人的问题 她是个好同志 可以留在党内 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 是代表 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 提出接受她入党的 一旦成为党员 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 从这里可以看出 早在1934年春天以前 宋庆龄实际上就已经加入共产党了 只不过 当时秘密吸收她加入的是共产国际 即所谓世界共产党 而廖成志的回忆也认同了这一点 他对这段回忆这样描述 尽管过了将近50年 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1933年5月 廖成志刚从英国寻补房被保释出来 宋庆龄突然神秘地来到她家 与她秘密接头 她巧妙地支走了廖成志的母亲 何湘宁 单独对廖成志说 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 最高方面 廖成志一时有些惊异地望着宋庆龄 国际 随后又补充说 共产国际 啊 廖成志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 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 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 第二 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廖成志回答说 第一恐怕困难 我自己打算进苏区 第二 这容易 我马上写给你 好 只有十分钟 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 摸出一根香烟 自己点了火 然后站起身子 往廖成志母亲房间走去 廖成志飞快地在一张纸条上写出名单 只十分钟 宋庆龄就出来了 她接过纸条 打开皮包 取出一根纸烟 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 把廖成志写好的那张纸条 卷成卷塞进去 然后放进皮包里 从何湘宁 廖成志到过别后 就匆匆离开了 不难判断 这个时候代表最高方面来秘密街头的宋庆龄 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组织了 由此可见 宋庆龄最后选择共产党 选择了留在大陆 就有据可循了 因为她的心中 怀抱着更高远 更广博的理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